劉喬安講的這一句話一樣 其實他這一句話講得很好 他說要脫我褲子你還沒這個本事 其實他這一句話就是強調一個性工作者的自主性 本來性工作者他要不要重置性工作 就是他自主的選擇 那我覺得社會大眾應該對性工作者 不要有這個歧視也應該去尊重他 所以我覺得劉喬安這個問題 他說媒體對他的報導不夠公允 這我們也 我後來也完整看了他的直播 我覺得也確實是這樣 但是劉喬安的堅強也讓我們想到一個性工作者 他的身份是不是應該被保密 以及他接下來之後的轉職的輔導等等 是不是所有的人能夠學劉喬安這麼的堅強 所以我不認為他這一句話是在嗆我或是酸我等等 那再來套一句劉喬安的話 他既然說老娘收攤了 那既然收攤了的話 那就沒有消費之說 對不對 你就收攤了消費者如何去消費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劉喬安他也邏輯相當清楚 那當然他這整個談話我覺得已經對這個產業起了一個示範 代頭跟代言的作用 劉喬安加油 謝謝你